中国驻巴基斯坦卡拉奇领事馆 今天上午9点30分 金船遭到自杀攻击 巴基斯坦政府表示 三名开着自爆汽车 身传炸弹背心的武装恐怖分子 原本试图攻入中国领事馆 但却和巴基斯坦的驻管警察 爆发激烈强战 目击者表示 现场除了枪声大作 还传出多次的爆炸巨响 卡拉奇警察首长表示 三名自杀炸弹客 在闯入领事馆之前就被击毙 但这一场攻击仍然造成两名援京死亡 一名警卫受伤 巴国外交部表示 领事馆内的21名中国人员都安然无恙 军方也派出猜弹部队 在周遭区域进行爆裂物的搜查 一个自称毕露之解放军的分离组织 向路透社宣称犯案 他们表示派出三名自杀攻击者 攻击了中国驻卡拉奇领事馆 至于攻击的原因 毕露之解放军声称 因为中国正在剥削他们的资源 巴基斯坦上来跟中国交好 北京的经缘不断 但日前却传出政府因为接受一带一路的高额融资 建设首条捷运而扛下巨债 可能成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破产国家 而宣称犯案的毕露之解放军 来自毕露之省 是巴基斯坦最贫穷的一个省份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计划的中心 由于中国领事馆位于卡拉奇城市南方的滨海豪宅区 是各国外馆的常驻区域 整个区域本来就是高度戒备的外交区 突然遭到恐攻袭击 也让外交圈跟巴基斯坦上下为之震动 新闻时时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记者刘欣整理报道